这个中美俄元首们都在做些什么呢 是要在较劲吗 请教一下美国总统拜登了 好 今天当然一方面 你看到这边有一张照片 另外右边这儿也有一张图 我们要做了一个对照 什么呢 当然首先你看到拜登 拜登这个龙卷风重创了美国 包括肯塔基州等几个州 他是要迟到15日 才要到灾区前往勘灾 那么在勘灾之前就有人说 是不是可能特别选在这一天 这什么日子呢 因为这一天是习近平 普丁 中俄 两国元首视讯会晤的日子 当然会晤已经结束了 我们待会会谈 但是呢这个是要在后边苗头吗 这个我们先不说 但是啊可能拜登 他是不是真的忘了一件事 忘了回复大陆领导人习近平了呢 因为习近平都已经向拜登致电慰问 关于美国的灾情了 都希望能够伸出援手了 可是怎么没下文呢 等到现在都还不知道是 到底怎么一回事啊 他的心不在焉 是无心还是故意 可能两个都有 然后跟这个亚马逊的这个 那个电商龙头 他的物流中心 那个有六个人这个罹难 贝佐斯也是心不在焉 在这个IG上面放上了六个 第三波要载人上去太空的那个 太空舱的 太空的这样一个这个 旅行往返的实验 然后也被这个人家骂他冷血 所以后来他逼得他赶快在推特 另外一个网路平台 再去说啊 这个发生在伊利诺州 爱德华之威尔试的 这个不幸的这个悲剧 一样就跟刚刚我们在讲拜登一样 你的心不在焉是刻意 有意为之还是无心的 恐怕两个都有 所以拜登心不在焉 那么种的总裁 心不在焉 对然后现在拜登又紧急推 那个提出说要补助这个伊利诺州 他那个联邦的这个资金 协助他们 说遇到紧急状态事故这样 你现在有点在补 他现在有点在补破 因为美国不只是伊利诺州 包括田纳其州 阿肯斯州 秘书里州 伊利诺州都已经有14个人 这个罹难死亡了 那这个另外一个肯塔基州 是64个人 是比较严重了 那也掀起了说 为什么这两天 美国社会也在探讨说 是社畜的这样的一个 亚马逊这个社畜 美国社畜之死吗 因为传出来亚马逊 他去那个碰到风灾的时候 他们去工作的物流中心地点 是不准带手机的 所以当下员工在第一时间 没有收到细胞减讯 可是亚马逊后来 他也提出来说 那个经理有收到细胞减讯 有一个经理有带 所以他知道 他就通知员工赶快进去厕所避难 可是一秒就变废墟 龙捲锋就把整个物流中心 他的这个藏库全部卷走了 所以美国现在碰到了 很严重的问题 就是说你似乎只是忙着 在国际间有一种浓厚的 好像是去对抗的这种 冷战的这种氛围 可是美国当你碰到 自己天灾的这样状况的时候 你的人谋又不脏 那你几时关注过 他的这个老百姓 所以我才说 先不管中国习近平 跟俄国这个总统普丁的话 你拜登你跟亚马逊一样 看起来似乎都是那种 好像反应般很多牌 是啦这其实不只是亚马逊 这么大的公司仓库倒塌造成六死 还有之前蜡烛工厂 我们知道还有造成八人死亡的不幸 那么家属就说有收到警报 但是公司说离开就解雇 所以才会有静平刚才在讲的 难道他们成为社畜吗 这些上班的员工 真的就是被形容是 社会里的畜生一般吗 可是像这么大的公司亚马逊 你拜登你真的会重视这个问题吗 你查得了吗 可是他现在是不是真的是心不在焉 如刚才敬平所说的 专门是想要对抗中俄 可是在另外一头我们来看 这个大陆领导人习近平跟普丁的视讯会晤 事先大陆外交部就已经讲了 双方元首要推动的是中俄背靠背战略协作 来对抗欧美 所以现在这个视讯是会晤结束了 可是亮哥我们好像还没有听到进一步 有关于这个会晤的一些结论出来 只知道说普丁是表示要去参加北京冬奥而已 但是事实上这个我们早就已经知道 有这件事 对当然他站在一起就是美国逼出来的 乌克兰事实上不一定要做成这个样子 那你现在已经看到 他们不只在我们看到东亚 这边在做海军还有空军的演习 对不对 联合演习大概空军也签了三年 要协作 那事实上他们双边也包括人员 粮食都是常约 然后华为也进驻俄罗斯要布局他的5G 这个在以前都没有办法想象 因为俄罗斯坦白说 本来对中国部分还是有一点戒心 这等一下靖哥可以说明一下 因为靖哥对这方面比较熟 就是有关他那个导弹的防御 他们也在合作 那我的意思就是说 这个我觉得就是美国逼出来的 就是本来中俄还是有一定的彼此的戒心 有一些领域还是很敏感 比如说5G 5G这个就非常敏感 再怎么样 他也不一定都会用华为 那现在就变成这样的局面 还有粮食 粮食他现在知道中国可能会从美国扫买 那扫买的结果 他就是要到俄罗斯去种 那俄罗斯本来会警戒 比如说东北有大量的农民进入 那他现在也为了要促成这样的粮食贸易 也就是说中俄未来的贸易额一定会陆续增加 每年成长 那因为他需要大量的中国的民生的工业制品 然后中国需要他的能源 粮食 那甚至是军事上的合作 所以我觉得恐怕这个局面就是基辛吉他眼中的恶梦 基辛吉是他认为让中俄合作就是恶梦 他还想要去离间 结果没想到就走成这个样子 反而因为美国 所以呢只会说对抗中俄 结果把他们拉得更近 对 然后呢这个现在呢 其实这个会晤里面之前还说了 就是要谈包括天然气的供应 要保证无虞 要进步的合作 那个他签了四次约 那总合同 总合同超过一兆两 一兆两千亿美元 那非常非常大的一个交易 对好 但是呢话说回来 那美国呢 美国一边还要收拾残局啊 烂摊子很多啊 而且呢这个烂摊子还包括什么 现在啊 美国有一种状况 这个社会呢是充满着不信任 因为不信任 不信任政府 所以咏枪自重了吗 因为不相信 所以缺乏了信任感 因此就怎么样 很多人干脆不信仰宗教了 这个其实呢 也是让我们以前是难以无法想象的 你看 民众带枪趋势上扬 机场没收数量创历年记录 这个2019年 4400支枪被没收 2021年就变5700支了 还有另外这个皮尤研究中心呢 发现美国没有信仰的 从14年前的16% 增加到了29%了 而基督徒呢 从原来的79%降到63% 你看到了吗 这个比例正在下降中 这是美国现在很不一样的一个社会的状况 判定 这也就是为什么在民主峰会召开期间 就连美国很多的评论也都认为说 美国的民主峰会很fake 就很假 那因为在美国当前真正严重的问题 就如同这边所说的枪支泛滥 或者是先前种族歧视 乃至人民之间的这种社交 以及对于新文化的这些向往 都越来的越淡薄 那根据多项的研究指出 在美国人民政党之间的对立 已经比过去以来越来的越极化 因为在过去呢 其实是针对不同的政党 但是在不同的议题 其实多少都还会有焦点 可是在现在呢 我们问说不同的政党 对这个议题有什么看法 完全都是依照政党的不同 而有所切割跟对立 那再加上风灾 或者先前所说的这社畜啦 或者是疫情的种种严峻的问题 才会使得美国人自己都讲说 那这些严重的问题 你都没有办法来解决 你在那边高喊民主 或者是高喊选举 有任何实际上的作为吗 那高喊腐败 那么难道这不就是 另一种的腐败的呈现吗 那因此在美国发生这么多问题 那内政不好他怎么办 他只要透过外交来补 所以呢又搞了这个民主峰会 然后不久前又搞了这个G7 那其实目标都还是干嘛 重点要放在中国大陆和俄罗斯 就希望要能够压制跟威吓 那这个时间点来看 因为不久12月7号 其实美方跟俄罗斯 才有了视讯的会面 那当然这个会面完毕之后 那俄罗斯肯定也是要 跟大陆通气的 对吧 我跟美国到底讲了什么东西 当然也是要跟大陆来 有一个友好的表示 所以呢 普丁跟这个习近平总书记的 视讯会议啊 其实在这个俄美的会谈之后 就已经理所当然必定会呈现了 宣布的时间是在13号 当时是这个南京大屠杀的纪念日 是一个很重要的日子 所以这表示意义非凡 为什么呢 因为南京大屠杀当时就是表示说 外族来入侵了我们的国家 所以我们必须要团结 才能够一致对外 那是不是也宣示着中俄之间 然后必须要团结一致对外呢 而且当今大家最担心的 就是所谓的俄罗斯到底 会不会对乌克兰有所影响 那么先前呢 媒体就问了这个苏利文 那如果俄罗斯入侵了乌克兰 而同时大陆又 这个两岸要统一战争的时候 那你美方如何因应 当时的这个苏利文 哇 吓他吵吵吵吵 这突然有点胡言乱语 就是有点紧张不知所措 他说我们一定会防止 这种事情的出现 但其实拜登也好 或者是所谓的G7的国家 讲的也很清楚 如果俄罗斯入侵乌克兰 他们最多也只能够做到 经济制裁而已 那所以如果我们再把这件事情 拿回来来跟两岸之间 来做一些连结跟联想的话 那说不定双方正在谈的 可能就是非常重要的大事 而到底细谈了什么内容 也就是美国现在中信局 急于想要得知的事情 但是我们也不知道的事情 好 老师要不要补充一下 你对中俄元首会晤 你补充一下你的意见 我在这个有谈到 有关到这个峰会之前 我导师要提一下 就是有关龙卷峰 其实在这个龙卷峰之中 造成这些人的死亡 其实是不应该的 因为这是一个结构性的问题 这些会闹龙卷峰的地区 它的建筑法规都有规定 都要有地下室 所以它才会去避难 但是因为人谋不张 所以造成这些人员的伤亡 那至于有关的峰会 我在想大家都是 交个人的朋友 大家都互有底牌 所以他们希望能够去掌握这个 美国的整个大战略 是面对俄罗斯打乌克兰牌 面对中国大陆打台湾 但是他就没有想到 他把了逼的 这个莫斯科跟北京相互联手 特别是在国家飞弹防御 已经逼到一个结构 就跟美国跟加拿大 它在防空以及这个就是 国家飞弹防御 核弹的防御是议题的 所以它现在把这个俄罗斯 跟中国大陆能够把它逼到议题 然后相互去交换这个科技 然后将所有飞弹预警的信号 相互交换 也就是说原来在蒙古 内蒙古一线或者新疆的预警 它一推就现在推到北极海了 那俄罗斯一推就推到了西藏 或者西南云南 然后面对就是等于 南海或者说印度洋的核导弹来的威胁 它一下延伸了几千里 所以这个世界的变换确实是超出我们的想象 但是这个就是整个国际社会的纵横百合 就可以看出美国的外交测试是失算又失算 这个就是都没有想到 反而造成一个对自己 这个让自己走入了一个困局 以前我们常常讲说 中国大陆是超英改美超英改美 但什么时候能够超越了美国呢 还真有这么一个研究报告 我们来给大家看一下 是日本经济研究中心 他们所做出来的 说中国大陆的经济规模 会在2033年超越美国 那么另外还提到了是 南韩的人均GDP 将会在2027年超过日本 甚至还提到了台湾 说台湾可以在2028年超车 那为什么日本政府 还有其他的部门他们呢 这个是不够努力吗 他里面就提到说 因为数位化的进度延迟 才会造成阻碍了生产力 这个日本印章文化 居然是所谓推动数位化的障碍 你知道吗 这个前防卫大臣河野太郎 他有曾经推动电子化 竟然呢 有印章产业相关团体 强烈表达了抗议 而且还曾经有调查说 三成的民众都认为当避难的时候 需要带什么 需要带印章 有这么重要吗 然后就推动了 这个阻碍了他们的数位化的进展吗 不要小看这个全日本的 这个印章产业协会 它的从业人员超过1亿人 我不相信 日本人才多少 1亿多人 日本有1亿2千 将近1亿2千8百万人 对我很欢迎 所以号称这个 全日本的这个印章产业协会 至少超过登记在政府的立案协会 有890多个团体 所以他们对日本政府 形成一种庞大的民意跟选票压力 然后再加上日本人 的确是很重视他的印章文化 日本人一出生就有三个这个印章 一定会这个准备 就像我们台湾人 那你要高构你的整个姓名登记之后 然后你的这个求学 还有你在结婚的时候 还有你到了公司 你不管你担任什么职位 你都有像这样的一个印章 社长 部长 课长 你都会有一个印章 担当就是承办人员执行人 还说成年人通常持有三个印章以上 比身份证还要重要 所以他们才会开玩笑说 就算你连逃难 三一大海巷的时候 很多人都说第一时间 他们想到了财务 财务身外资物 第一个就是印章 可见印章对日本人多重要 所以日本的印章文化跟子文化 在日本是很传统的 那他们这个子文化 就像是那种秉义书 他们日本人就用这个来形容叫秉义书 就是我们叫申请书一样 你要申请什么 那其实是一个一般 以前日本古代到今天的行政机关 他们要跟上司长官 申请什么东西 报告什么事情 都会写一个申请书 秉义书 那后来演变到今天 不只是公部门行政机关 公司行号 他们其实 你要申请什么用品 申请什么东西 你要申请调什么单位 你要申请做什么 其实你要申请办什么活动 计划什么 都要写一个申请书 所以就变成日本的一个子文化 不容易推动 河野太郎到后来 他还是在努力的在做这个 两年半前 日本那时候知名党就想要推这个 可是就遭到很多的压力 包括媒体也不支持 然后而且民间团也在那边抗议 所以没想到印章文化跟子文化 竟然变成日本没有办法数位化 因为这些都是要靠子跟印章 是啊 可是反观中国大陆在数位化 还有在科技的发展上面 却也让美国感到相当的紧张 这个我再补充一下 子文化除了印章之外 还有另外一个 叫传真机 传真机 日本办公室现在还95%在用传真机 台湾都是用email 你现在都已经是电子邮件网上 日本人就是爱用传真机 真的是蛮特殊的 所以其实他们才讲说 他们很多纸制品 特别要做得相当的精美 因为什么太多人还在使用 可是那当然是日本的一个特色 我们也尊重 可是是不是有像这个报告里面所提到的 他可能会阻碍了他的一个前进呢 好这个是给大家参考 一个日本经济研究中心所提出来的报告 那我刚刚讲到了美国 美国再看现在大陆的强大 美国现在你看防强迫维族劳动法 14号这一天 众议院就一致通过 而参议院最快在15号表决 那么白宫发言人还说 欢迎国会打成共识 如果法案通过的话 拜登要签署使它生效并且落实 但是上有政策是不是下有对策呢 上面政府要这样推 可是其实有很多的企业 不同的意见亮哥 你看比方说像coccola 很担心 那他们大陆的供应链 会不会遭到了破坏跟影响 而不只是coccola 那么有其他的企业都在试图游说 希望能够弱化这个法案 你怎么看 我其实简单讲就是防 这个维族强迫劳动怎么认定 你不能够大到 反正只要有维族就业的公司都算吧 所以你要认定嘛 比如说一开始是棉花嘛 对不对 那现在又说太阳能也算 太阳能电池 那太阳能电池你到底是怎么认定 难道他也是在 那个劳动教育所里面制造了吗 或者是监狱制造了吗 就是你要有一个认定的标准 那因为很多企业就 因为新疆蛮大的啦 所以很多企业其实在那边 都有一些工厂 对 那他可能有那个组装装配的问题 所以你就会把他的供应链打断 那你要照人家怎么办呢 难道通通撤出吗 就是他要去补那个零件 那他就必须在非新疆的地方 在投资嘛 之类的 所以美国当然会有很多企业去游说啦 因为事实上新疆有很多的生产 坦白讲规模都蛮大的啦 所以你要一下子说要把那个供应链打断啦 那要叫美国的那些公司啦 在中国里面要重新来借过那个供应链 那要花蛮多钱的 那还不是伤到自己的美国气焰呢 那就是这个国会立法本身就是 他根本坦白讲立这个法的国会议员 大部分的人都没有去过新疆 他根本都是看书面的资料 然后就在那边瞎想 而且现在这种是显穴啦 在美国的社会 不因为他已经被塑造成这样 事实上你所谓的强迫劳动 我到现在还没有看到 所谓的集体种棉花 然后是被监管的照片 我到现在也没有看到 然后他就认定 那棉花通通都是强迫劳动制造的 那他的棉花 他的比重也相当相当大 事实上新疆有好几个东西 比重都蛮大的啦 还有番茄酱 还有一大堆啦 那我的意思说 我不知道他要扩张到 什么样的程度啦 而且这个运动到底有 哪些国家会跟进 接下来还有跟进的问题啊 那目前大概 有可能加拿大跟澳大利亚会跟进 那就像是抵制北京冬奥一样啊 有点类似 那可是就是看 其他国家会怎么想 那你直接就跟你的 那个气候变迁 所谓要发展绿电的部分会 影响到你的成本嘛 因为新疆 新疆有三个公司 大概他的太阳能电池里面的 模组的比重大概占全世界将近50% 那你如果通通都不用 那你当然可以去买中国另外 另外还有在四川啊 还有在蒙古啊 可是你就不用四川的啊 那我就不知道他的认定标准是什么 那这个一定会引起很多困扰啊 是所以困扰是谁的 还是美国自己的 是吗 但你另外再看 现在之前 他们对于半导体 没有晶片这件事情也是忧心忡忡 所以呢又是查台湾的半导体厂 又是要叫韩国的半导体厂交资料 但是在此之后呢 又有进一步的动作啊 然后你看金融时报 他就报导了 美国再列出大江等八家路器进入黑名单 那么他的报道里面还特别谈到就是财政部 美国的财政部 说这个是因为涉及参与监视为的活动 意思就是说 他们呢是不是可能 这些是视为中国军工复合体企业 然后呢在这个里面 是不是有涉及到什么机密呢 大江创新可是全球最大的商用无人机制造商 然后现在呢不准美国人来投资 这个黑名单上面的这些企业 所以这也是另外一种方式的钳制啊 老师 我认为啊这个美国啊 现在啊处心几率利用很多政治的手段 然后去干预这些正常的经济活动 尤其我们经常讲说 这个政治的指控啊 不需要任何的证据 而帝国主义啊所作所为啊 不要任何理由 现在啊他说你是坏 说你是要迫害 但是呢他背后潜藏的阴谋啊 其实是打击啊维吾尔族人的就业 而且呢他们的啊这个盘算是说 当维吾尔族人啊 他在新疆那个地方 因为受到这个影响 而影响到他就业之后 到时候就会啊 去引导出新疆的动乱情势 但是在这个前提之下 他现在封锁了这个市场 这个我们啊 所有商业的抵制的问题 在美国这一方 他必须找到替代商员 因为你的消费需求仍然存在 所以你啊不买新疆的 那你就要想办法 这个就找到其他的商员 那对于呢新疆这边的企业而言呢 他要找到替代的市场 所以现在就看谁快 假如美国这边 很快找到替代商员 那他就是啊 他本钱在那儿 他这个照样也有同样的品质 付出同样的代价 然后呢他可以不买 但是呢假如说是今天啊 是新疆的这边的产业商 他找到的替代的市场 那你禁他就完全没有用啊 也而且呢他啊 这个到了最后呢就反而是啊 看谁先能够先活下去 美国跟啊这个就是中国大陆 这个打贸易战 当时我就讲过 你不但要能打人 你要耐得起打 当你要去抵制别人的时候 你就发现你该要买的东西 可能要付出更高的代价去货 那就搬石头砸自己脚 就跟美国啊 现在啊加了半天的关税 弄了半天都是国内啊 消费者倒霉 所以这个根本就是没有搞清楚啊 这个事情的状况 至于对于大疆了这个事情啊 我更要提醒一件事情 他有讲说这里面啊 牵涉到有关中国监控的计划 我们不要忘记啊 今天中国大陆很多的 像这个面孔的识别啊 对不对 或者生物基因的识别 这些全部都用在反恐啊 有一天他今天在说 现在啊姿态很高 说是在抵制 有一天再有恐怖攻击 他又向中国买这个技术 然后想办法要去辨识的时候 到时候是中国不卖他 那个时候不就搬石头砸自己脚吗 他不准说是跟中国大陆太空合作 就中国大陆照了月亮后面的那个这个照片 然后NASA说你能不能分享 他对不起啊 是你们的国会讲说不准啊 跟我们合作 所以我们不能分享给你 所以美国啊 现在啊国会一直在做这种 250这个搬石头砸自己脚的事 是不过静平那你看哦 除此之外呢 其实华盛顿邮报也报道了 有所谓的3000页简报曝光 说华为参与中国大陆的监控计划 而且呢彭博社也报道了 美国国安会周四要开会讨论 是不是还要加大管制出口设备给中心 等于是说呢这个他的这个制程 就是说你要制造半导体 你总是需要有设备嘛 那问题是现在呢 说这个设备啊 不能够出口给中心来使用 也把这一招当作是来掐住 中国的这个发展的这种手段 你怎么看呢 就像是这个美国之前 在对付华为的时候 他每次都透过这个华盛顿邮报 或纽约时报 或一些美国的这个媒体 他会把美国官方想要对付华为 和这个中国的一些 所谓的监视系统的这个问题 把他诸显出来 透过媒体先把他安上一个罪名 然后再让他最后美国政府 祭出一些法 那个方法的时候 和手段的时候 事出有名 但是不管是他这个华盛顿邮报 披露了什么3000多页的 这个简报曝光 中国的监控计划 用于什么警察公安情报 这个治安机关 然后是怎么样监控 然后包括刚刚其实张静老师 有提到的 那个在这个新疆的什么什么等等 我记得礼拜一的时候 我们也谈到 还有包括他们的这个监控系统 还有其他的厂商 包括在中国贵州 他们说做了那个天眼 也是一个很大的这个监控 也是一个情报征收 监控的这个范围 人家明明是用来作为 跟这个外太空 做一个传输 就好像在哈勃望远镜 等等诸如此类 就会把他附上 一个莫名其妙的说 监控的这个罪名 荣获他们在公安 警察 治安系统 一定会有这个监视系统 就像之前英国不是有一个 媒体记者去测试 然后说多久多快被抓 这显示人家的治安好 他可以这个天罗地网 我们台湾也有这种系统 那或许你拿这个 来去打人家 天眼 所以美国他就是要 把这一个凸显出 你看 他只要研发出来的 这个无人机 征收 天眼 这个还有这个 所有这个监视毕露器 他就会把他解释说 就是破坏人权 就是在抓他们每一个人 然后就是他们人脸的 这个扫描 然后就是他们这个 作为这个新疆的 这个人权的这个妨碍 还有中国大陆内部的 这样一个监控 那因为先解条件 他们完全就是 有一些主观意识了 认为中国这样做 就是不对的 中国怎么样 他的整个制度 社会制度 跟西方的所谓的民主不一样 所以他们发明出来 这些科技 对人民就是有害的 完完全全不会去看 探导他对于科技 和他们的生活的一些改变 和他们的影响 所以我觉得 美国第一 他还是要受伤他的敌人 第二 他就是要找他一个 师处有名的罪名 让他好 让他可以寄出 一连撞的这个方式 到时候跟北京当局 去做一个谈判的手段 但我觉得 这边不管双管 或多管齐下 我觉得到最后都是 我没有办法阻止 中国现在正在 把他们的科技日新月异 然后也没有办法阻止说 美国其实你也在 做同样的事 是啊 同样的AI 同样的人工智慧 同样是天眼的话 如果这个技术是美国的 美国会说 我这个是反恐 我这个是要维护秩序 但如果是中国的 那对不起 那个就叫做 这就双标啊 那就是叫威胁了 学民进党学得很淋漓尽致 但是事实上呢 倍感威胁的 真的是美国没错啊 亮哥你看这件事情 我很好奇 因为呢 北京有这么一家 私募的支路资本公司 他呢跟韩国的 美格纳半导体 本来要宣布什么 就有合作 其实三月份的时候 那时候就已经有 这样的一个协议嘛 结果呢 那个14亿美元的合并的协议 怎么好像现在没了 因为是美国的关系 美国财政部八月的时候 已经说了 说这个协议可能引发国安风险 所以他们的外来投资审查委员会 这个单位呢 六月就下令搁置这个交易 结果还真的 是不是就这样告吹了 可是这个又关美国什么事 美国我们常常讲 它有所谓的长臂 长臂管辖 真的是管到了这里了 这个除非它是牵涉到商业的市占率 否则就完全是政治因素 因为我们知道上次 有一些比较大厂之间的合并 那就要让第三方来行使决定 那第三方那个完全是商业逻辑 就是你的市占率会超过多少 那会影响市场的运作 可是这一个那基本上 我觉得美国大概就是它的雷达 它不是要组那个印太经济架构吗 那这个就是一个预言 就印太经济架构以后 包括半导体5G人工智能 还有居民 中国居民合作的项目 大概统统都会丢进来 简单讲就是一个瓦瑟纳协议 在亚洲的复制 那它就要开始 把相关的国家都纳进来 那这里面一定会有日本 澳大利亚跟印度 那韩国我看也逃不掉 都会被它卷进去 对对对 然后我们台湾也要参加 然后目的就是科技围堵中国 对没有错 所以我说这个就是在预言了啦 因为大家预期 这个所谓的印太经济架构 明年就会成立了 那可是这个当然长期看 会造成很多国家的为难 那你岂不是叫它 不要做中国市场 那可是问题是 那个红线要怎么切嘛 因为美国就随便想 随便就算 比如说刚刚讲到那个 大疆无人机 大疆无人机如果也是 你那个民用的跟军用的 都把它混在一起谈 就说因为你有做军用的 所以你算是军民合作企业 所以不行 那你要叫全世界 假如有参加这个网络的国家 都不能买大疆用的无人机 那恐怕问题会很大 因为人家有很多是农业用的 很多是就是民用的啦 那个规模非常的大 它的全球市占率也非常的高 所以我说到时候你一定会产生很多这样的纠纷啦 就是说我们不觉得这个民用的有安全问题啊 可是没有错 它民用如果做的好 就会增加它的营收嘛 所以它就更有能量去发展高科技 可以军用的那个部分 那美国就是要把你的收入砍断 就好比它要把华为的高阶手机砍断 那逻辑一样嘛 事实上高阶手机也没有什么军事问题嘛 可是它就认为5G有嘛 所以我就不能让你用这个 在高阶手机占那么大的市占率 因为你赚很多钱嘛 那简单讲就是把它的钱袋子剪掉 所以美国如果说未来那个印太经济架构是 把军民的相关企业通通都纳入 然后要把它的那个营业额大的民用那块都切掉 那我看里面有很多国家会呱呱叫 对呀 恐怕日本韩国都 我觉得很快就会碰到矛盾点 那我觉得这个就是其中之一啦 请教官下召集力 支持中天的好朋友们 欲请呼吁大家加入订阅充讯的行列 距离百万订阅呢 只剩下不到十万的差距了 希望可以在年底之前达成百万目标 所以朋友们 让我们一起来共创2021的奇迹 按赞 分享 订阅 让全球的华人都看得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距离百万订阅 欢迎订阅